在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我們幾乎是整個國家總動員起來了 尤其是醫療科學研究團隊 全部都投入防疫工作 檢測工作 或者是疫苗研發 跟藥物研發的工作 這都是我們最堅強的後群團隊 對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處理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能夠保障國人的健康 今天我們來的國務院 就是所有團隊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機構 所以我們對國務院的通人 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辛苦 表達感謝之意 但是後面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也要請大家繼續努力 我們一起來為國家 跟我們所有人民的安全 來進行盡力 不僅是在上游的疫苗研發 有很堅持的技術 也投入在這次防疫整個過程 同時也能夠串連 我們下游的生產跟製造的能量 來製造疫苗 剛才我們院長提到的 美國實驗性抗病毒的藥物 這裡有個名字叫做瑞德西維 這個是被認為是極有效的藥物 因此國務院就積極投入瑞德西維的合成 這個好消息是這樣子 在豪課級的合成 我們已經能夠成功完成 而且程度也發達到97% 部長告訴我 剛才院長沒講 在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提升到公課級的合成 這是一個非常難能可貴的成果 在這裡我要表達感謝跟肯定之意 今天我們來國務院 主要是關心疫苗研發的情況 另外一個目的 就是來謝謝國務院的同仁 在這段時間日以繼業的努力 我也要請國人放心 國務院已經建置了 XGMP規範的生物製機廠 也有足夠的研發跟產製的經驗 來為國人健康努力 等一下我們就要去參訪實驗室 來瞭解疫苗測試時候 所需要的工作 是不是已經準備周全 也要看看我們工作 同仁演練實驗流程的情況 總而言之 我們政府會盡最大的努力 提供醫藥的協助 再次感謝所有在崗位上 新興基民的所有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以及我們強大的醫療後勤部員 我們一起來努力 把國人的健康做最好的法官 謝謝 謝謝大家